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扁了1.27角 台币收30.902 今天台币继续的小幅走扁 扁了0.8分 收30.91 人民币今天则是呈现升值18点的走势 上周人民币是扁了0.23% 但最强的货币不是美元 是日元 因为日元在美元升值的情况之下 上个礼拜还可以升0.85% 所以日元可以讲说是比美元还强势 韩元扁了0.68% 澳币非常弱 扁了0.4% 欧元最弱了 扁到一年半的新低 扁了1.09%的幅度 英镑大扁了1.3% 全球货币对美元可以讲说是几乎全倒 只有日元幸存还比美元更强 刚刚谈到的波音 可以讲说是今天超级大新闻 波音的股价现在目前在欧洲盘大跌了8% 美国盘盘前也大跌了7% 那截至到今年1月为止 波音737 MAX系列 他这个MAX这个系列 已经交付了350架 订单数是5077架 这个相当popular的机型 中国大陆的多家航空公司 都接收了737 MAX机型 例如厦门航空接收了9架 深圳航空接收了5架 山东航空6架 海南航空7架 南方航空16架 中国航空14架 东航接收了13架 大陆的航空公司 总共有96架波音737 MAX8型的飞机投入营运 现在已经全速停飞了 全速停飞 那2月底的时候 我们刚讲说MAX737 这个737 MAX8 在5个月内发生了两起空难 一个是印尼失城航空 失航 印尼失航 在5个月前 那最新的一起就是在10号的时候 伊索皮亚 这个首都飞到肯亚首都的这一班 150几个人全部罹难 那2月底的时候 亚马逊的Amazon Air 这个货机也坠机 同样是波音哦 是767 767 从迈阿密飞上Houston的途中坠机 坠毁在美国德州 当时机上有三个人 全速也是罹难 好 那上个礼拜正好 那个孙庆龙总监来我们节目谈到了这个航空概念股 接着这个继续请教庆龙这个波音 我们今天现场来的是投资家日报孙庆龙总监 我们今天两个主题 一个是要谈马斯克的做梦四部曲 这个电动车未来的趋势 但先请教庆龙这个波音这次的空难 现在目前 欧洲开盘的波音股价已经跌8%了 今天晚上波音跌下去可不可以买波音的股票 我觉得因为还要静待后续的调查 因为其实在航空业 其实比汽车产业它更注重安全性 当然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汽车已经是对于安全系数要求非常高了 但是航空业它更完全零容忍任何的 就是可能出现的疏失 因为它一次的空难可能就造成了上百人的家庭的破碎 但是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航空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对不对 对就统计数据来看 比汽车比火车都安全 但是因为刚好这段时间接连的发生空难 而且都是在相同的机型发生空难 不管在印尼或者在伊索比亚 所以我觉得真正比较大的冲击 像之前在印尼发生空难的时候 其实737MAS这个的订单 其实并没有消退 甚至还更多 大家可能还对于这款737 其实还蛮有信心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累积未交货的订单的数量 就将近5000架 5000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5000架是什么概念 我先前有跟穆华哥分享过 就是空中巴士 法国的航太巨破空中巴士 过去40年它也只生产过1万架飞机 所以光是波音旗下的737MAS 它未来需要交机的数量就高达5000架 目前其实波音737 所以客舰MAX很popular 非常popular 而且 这个机型非常的受欢迎 最主要是它符合市场的趋势 就是上礼拜我跟大家讲 就是一般我们的客机 其实它有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叫做单走道的载体客机 一种叫做双走道的宽体客机 那单走道的载体客机 其实就是你上飞机之后就一条走道 然后两边是做位置的 然后双走道的宽体客机 就是飞机上有两条走道 那比较单走道的载体客机 其实像737就是非常 就是在这个领域 最popular 这个大概占未来需求 大概73%之上 就未来全球有4万3千架 20年的新飞机的需求 73%都是落在像波音737 MAX 这种单走道的载体客机 因为它的好处是第一个售价很便宜 像一般这样子的一台飞机 定价是1.2亿美金 折合台币大概37亿左右 那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讲 那个空中巴士的那个A380 它一台造价是要100多 130几亿台币 那我买这个飞机只要37亿 三架 一架抵三架 可以抵到三架 四架了 可以快快四架 应该可以抵到四架了 然后再加上它的载客量是比较刚好 因为它大概都是落在200人以下 然后又可以 很适合那种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一个移动 再加上它短程 而且加上它可以比较省油 然后因为一般来讲 其实航空公司要能够赚钱 你的载客量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在200人以下 大部分都比较能控制它的那个载客率 所以这个会是未来非常大的一个需求所在 我那次 我过年的时候去日本玩 就是做737 就做737 到那个福岗 福岗 就是单走道 都单走道的载体客机 这个是为了说航空公司 几乎都是大量采购 三个位置两个位置 一百五个位置 就是一个走道 那像我过年去欧洲 其实做A350 就是做双走道的 那就飞比较远的 从亚洲飞到欧洲去 但是一般的旅游 其实是比较少会这么长时间距离的 大部分比较多需求的应该都是 就是这个周彼此之间的移动 这个是需求比较大 那重新再回到刚才 穆华哥有提到说 如果今天破音 如果真的开完开盘之后 重叠下去 会不会可以买 我觉得从两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其实是 因为其实破音 这款的737 MAX 其实它利润是 因为它是2015年才上市的 它的利润占破音的利润 其实蛮高的 它占到它利润三分之一 所以我觉得 如果所有的调查结果是 这款飞机 其实它不是破音的责任 我觉得因为事后的调查 可能还必须得去追 继续再去跟就 那如果不是破音的责任 那如果破音的股价 因为这件事情而让它跌下去了 那确实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买点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 如果真的就是破音的737 MAX 它本身的设计 或者是品质安全出了什么问题 那到底可不可以买 这又是另外一个疑问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因为 其实在产业分析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来自于就是竞争者的威胁 就是如果今天我不跟破音采购 我可以跟谁采购 就剩空八了 就剩空八 空八自己 大陆也有航空 有 但是他们可能要到2020年 2021年的时候 才有可能会有在市场的一个状态 这个其实要造飞机 其实困难度真的非常高 我举一个例子 其实大家有听过那个日本的汉达 汉达 汉达是做汽车 本田 本田其实他们的创办人 在1980年代的时候 其实就想要进入到造飞机产业 就想要像造跟Po in Nakono Bas那样子的 但是木华哥你知道 他们花了多久的时间 才开始真正量产飞机 从1980年开始决定要跨路 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 才开始有飞机 开始试飞 那也是一种小飞机 对而且是小飞机 是16人坐以下的小飞机 所以这个其实是 你看连汉达这种 决定要开始跨路到造飞机产业 它从1980年 要到2010年才开始陆续 取得欧洲的飞航的安全的认证 取得美洲甚至亚洲 其他国家的安全的认证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跨路的门槛是非常的大 所以目前看起来 不管到底这件事情 最后是不是Po in它的责任 如果有它的责任的话 它可能必须得 要提拨一部分的赔偿的责任 那这个可能会对它的财报 有一些影响 但是它的订单 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因为在短时间内你找不到人 因为空中你这时候你要 给空中巴士 空中巴士像目前产能也消化不掉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先去年的时候 其实在讨论中美贸易大战 然后很多人都在想说 中国官方会不会拿破音开刀 对它的确是有拿破音开刀一部分 但是最后发现全球能够生产飞机的 能够通过大多数航空公司 按信心认可的 真的你不找破音 难道你要找空八 那空八本身产能又不够 那你最后还是得回到它 那就只能 只能就是 最后的结果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对它的短线的冲击可能是有 但是长线的趋势是没有太多的改变 OK好 那因为已经发生五个月了 这个去年印尼施航坠机的调查 倾向认为说什么 飞行的数据传感器存在问题 可能会反馈错误的数据 跟以往的破音737机型不同 这个MAX8配备自动防湿速系统 简单的说 就是飞机起飞的时候 机头越高 造成的机轴相对的风流的夹角 一般在航空业称之为引脚 这个引脚的角度越大 当这个引脚超出一定范围的时候 飞机就会面临这个失速的风险 所以MAX8配备的这个系统 一旦判断飞机会失速 它可以自动操作 并使得机头朝下面 这个很急剧的往下降 以化解失速 但是这一个先进的功能 是不是正好造成了 这个失势呢 没有人知道 现在目前也没有办法定论 说是不是这个功能 就很像很多 就像我们一般汽车驾驶 很多人就觉得 有自动驾驶就很安全了 但是很多时候 像Tesla 它之前也发生好几次 就是驾驶人真的很信心的 放任汽车自动驾驶 但是却造成非常严重的车祸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谈Tesla 昨天我看到新闻说 美国有一个驾驶人 在加州的Freeway上面 他用手机拍下一段 他旁边一台Tesla 他跟了他十分钟 他就一直开在他旁边 这个驾驶Tesla 那个驾驶在驾驶盘 这个驾驶座上 是完全睡着了 呼呼大睡 那个车子就是在呼呼大睡之中 这个往前开 然后旁边觉得不可思议 用手机拍了十分钟 他呼呼大睡的过程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阳木华 我看到那个新闻片段 那个就是Tesla旁边 那台车子的车主 用手机拍那个Tesla的车主 正在呼呼大睡 我也觉得很夸张 而且那他时速是高达120公里 在Freeway上面这样奔驰 就他居然是呼呼大睡 就那个拍摄的那个人也说 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他跟了他十分钟 他就睡了十分钟 他说他偶然会醒来 看看没事他又继续睡 那为什么他可以一边睡一边开呢 因为他手有放在方向盘上 Tesla是这样子 只要你感觉手 他的方向盘那个重量的感测 Sensor 感觉你手有放在方向盘上面 他就可以自动驾驶 其实这也蛮夸张的 对但是我觉得是蛮夸张的 是因为这个驾驶 我觉得是真的是拿生命在开玩笑了 因为其实我们了解一下目前 他对特斯拉太有信心了 但是如果你了解一下目前特斯拉在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啊 你了解之后应该不敢这样开车了 因为其实我们按照一般来讲自驾车 他的这种按照美国的这个汽车工程师学会的定义啊 他会把它分成五个level 就是level1到level5 就是五个level 那如果是level1的话 其实就是他车子可以自动加减速 然后转向 然后一次一个 然后像目前各家的很多车厂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水准 那到level2的话就是汽车他本身可以做加减速 那甚至转向可以一次多个 就是我可以右转之后马上再左转 就可以做这样子的动作 那第三个就是可以某一些 就是到level3的时候 就是某一些情境下可以交给汽车来做自动驾驶的部分 某一些情境 然后level4跟level5的话 其实就是尤其level5 就是你可以在车上做任何的事情 你可以睡觉 你可以看报纸 你可以看电影 就完全可以交给那个车子自己去驾 那目前按照全球各个厂商 他们在自驾车的能力范围 其实能够做到level5 就是你可以在车上呼呼大碎的 只有一个厂商叫Google 他们的自驾车的技术做得到 Google Google可以做得到 不过你Google没有商业车 对他还没有量产出来 他只是实验而已 对实验车 然后 然后 那个Tesla 他其实只有level2跟level3而已 直到level3 所以他连level4都没有到 都还没到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到 换言是他 他可以在某一些环境 也许是高速公路上 也许是可以 可以 就是可以稍微可以 但是其实也是不太能够这么的大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 他还没有办法完全放任到 他可以就是呼呼大碎的状态 所以拍的人也觉得太夸张了 对啊 那刚才讲的其实到level3的 目前全球车厂有这样子的技术 第一个就像奥迪 奥迪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已经到level3了 然后还有像 像宾四 宾四大概是走到level2 走到level2 然后像Tesla是也只有level2的水准 然后Volvo也是level2 然后还有宾四也是 还有那个Nissan 目前全球第二大的电动车的销售的厂商 他也是level2而已 没有到level4的吗 没有 目前为止还没有 这个可能要在 我看一下那个时间的发展时程的话 要到level4 可能要到2021年以后 福特就跟上来了 福特就可以到level4 然后B&W也可以到level4 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 2022年的时候 Volvo也可以到level4 然后Honda也可以到level4 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 奥迪应该会是所有车厂中 最快到level5的 就是第五个阶级 就是你可以在车上睡觉 奥迪还蛮厉害的啊 对 这是目前按照目前看各个厂商 他们在坐自驾车 然后取得相关的一个通过的认证的话 应该看起来 目前的车厂应该是奥迪的进展速度 是最快的 那撇开一般的传统车厂 那如果是把Google也算进来的话 因为Google它有些实验车 已经完全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特斯拉最近股价跌很多 对不对 这个今年 今年以来特斯拉已经跌到熊市了 它股价已经跌了超过20% 是 那最近特斯拉又大降价 造成了全球特斯拉车主的大抗议 包括台湾 包括中国大陆 因为降的幅度实在还蛮夸张 那马斯克到底是在玩什么 对 那个降的幅度是像model S model S的这个急速性能版 它从原本的638万降到306万 哇 降了332万 然后像model X 这个也从664万降到321万 然后也便宜了342万 所以当然台湾很多车主 很感觉自己被当潘 觉得当然要去抗议 但是我觉得这个降价策略 其实是有两个 应该说三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部分 其实这本来就是符合伊隆马斯克 他在打造他的电动车美梦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因为伊隆马斯克在先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有稍微回忆 他当时其实在建构特斯拉的时候 他把电动车的未来把它分成四个四部曲的阶段 第一部曲其实就是打造一款就是量不大 但是车价很贵的电动车 这个其他在model S其实是销售的蛮成 就是那个行销的蛮成功的 当时的model S问世的时候 很多的车迷是非常惊为天人 他不止那种0到100的速度 加速的速度很快 甚至他续航力也非常的强 像model S他的续航力竟然可以来到594公里 他车大 电池可以放得多 而且他一般的电动车 其实像以前过去的Nissan 以前Nissan他们在做电动车 Nissan是Tesla还没成为第一名的时候 Nissan长期都是电动车的第一名 但是Nissan的电动车的续航力 大概都100多公里而已 所以当有电动车的厂商 竟然把车子的续航力 一次拉到594公里的时候 那当然对车名来讲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他采取了那个锂电池 他完全采用的那种 像NB那样子的一种锂电池的配置的方式 那是他第一部曲 那第二部曲就是 用第一部曲赚来的钱去打造中产量 然后价格相对低的车型 然后到第三部曲 就是用上一部 就是前两部赚的钱 这个钱不一定是从公司赚的 可能是从资本市场赚的 因为他可能掀起了资本市场的认同 造成他的股价的上涨 他就可以用股票换钞票的方式去募集到市场的资金 然后去创造一款量产而且价格非常亲民的车款 那这款车款其实就是Model 3 他的目前他的续航力 虽然没有像Model SK来到594公里 但是他也可以来到352公里 所以很多消费者也都能接受 你看352公里就相当于台北开到台南的距离 那台南要去加个电池 再去想办法去加电池 不是加油是加电池 加电池对 那还有四部曲 我觉得那第四部曲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他这Elon Musk他很敢做梦 他的四部曲是要让电动车上面安装太阳能电池 就一边开车可以一边充电 但是我觉得这部曲其实太难实践了 目前为止是看不到任何实践的可能 是因为我们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报告 木槐哥你知道吗 在电动车上面如果安装太阳能电板 然后去发动去协助汽车 去协助汽车提供它的动力来源 充电8小时 你知道可以走几公里吗 2.4公里 对应该没有车主会想安装一个太阳能电板在上面 但这个将来太阳能的转换率 转换率对 或是说那个什么石墨烯这些东西 以后可能它到以后以后 我们可能有生之年也许看得到 但是因为现在转换率大概就还没有到这么高 因为太阳能是一个很占面积的 那汽车的头顶上它的空间是非常小的 大概就是两三平方公尺而已 所以它能够发电的量其实是很让人家存疑的 那这个特斯拉概念股 你在台股的什么核大 维生 帽连你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平心而论 其实整个特斯拉的概念股 我觉得像我自己是蛮看好的是核大这家公司 因为它其实不只是有特斯拉的订单 它甚至也是BMW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供应商 那我们现在目前其实我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你在看特斯拉概念股 我觉得特斯拉概念股应该是不存在的 它应该是电动车概念股 我觉得这部分是可以以后 我们下一集跟大家来介绍 所以你看好核大了 就电动车股